公元873年,大唐一宗去世,他是唐朝最后一个以长子继位,而且是最后一个在长安平安度过帝王生涯的皇帝。 即位的是年仅十二岁的唐西宗,对于南兆的战士,他延续了一宗皇帝的举措,以免命大将高平率河东、山南西道、东川兵远旧成都,以免再次向天下发布,慕天下精兵南征,收复多州的赵狱。 关于这份诏遇,遵义复制是这样记载的。 唐末南兆叛县波州,久伏未平,西宗潜伏三年下诏,慕萧勇士将兵考之。 一时间,映牧的各路义军纷纷向波州涌去,大唐与南兆之间的战争,在川南前北全面展开。 唐西宗,慕天下精兵南征,收复波州的赵狱发布后的一个晚上。 在太原的一处大宅院中,一个人正在静静地思索。 他就是刚刚从会计赶回太原的杨氏家主,杨端。 他思索的是,杨氏一族是否应该响应唐西宗号召,入波参战。 史料记载,杨端当时是唐朝岳州会计太守。 唐王朝建立后,把天下共划分三百六十州。 太守即一州的最高长官,即军政大权于一身。 但杨端的属地岳州是在今天浙江绍兴一带,而波州却在尊义附近。 两地东西相聚近两千公里,为何杨端却对收复波州这么感兴趣呢? 我们分析,为国分忧可能占有一定成分,但主要是永振私土的巨大诱惑。 或许正是这两条原因吧,作为杨氏家主的杨端坐不住了。 其实早在公元八百五十九年,唐义宗第一次发布,如荫木出征,可以永振私土的诏狱,就曾令杨端心动不已。 但随后发生的囚服、旁须两次农民起义,其战争范围波及杨端所管辖的岳州地区,使得他只能把此事搁置一旁。 这次南兆再次入侵,重新激起了杨端的雄心,既能为朝廷分忧解难,又可为家族扩大领地,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 杨端毅然决定入波参战。 杨端要率军南征的奏折正合唐习宗心意,于是立刻准奏,但困难随之而来。 按大唐律法,除非是朝廷任命出征的将军,否则各地州府士兵必须要镇守地方,不能随意跨境出击。 换句话说,杨端治下的岳州士兵不能带走。 在朝廷看来,杨端南征是为朝廷分忧的个人行为,他的兵马自然要自己解决。 那么收复波州,兵从哪来呢? 自西汉以来,在中国各地诞生了一支新兴势力,豪门世家,又称门阀。 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,有自己的嘉宾,权倾一方,代代相传。 与割据一方的地方势力不同,这些豪门世家既不割据,也不与中央政府对抗。 相反,他们还积极参与政治。 历朝历代的绝大多数官员多出自这些豪门世家。 但这些豪族有一个共同特征,世事把家族发展放在第一位,所谓家国天下。 在豪门世家看来,也就是先家族而后国家。 东汉末黄金起义时,各豪门世家为镇压农民起义和争夺地盘,曾大肆扩充下,并使之成为公开的私人军队。 这个传统一直延绝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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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所积累的阶级矛盾并没有因此解决,反而愈演愈烈,随时可能爆发。 杨端当此不测之时,举足中精锐从陕西太原远赴千里之外的波州参战,无疑具有一定的风险。 不过经过反复的权衡,杨端还是决定赌一把。 公元876年,怀着为朝廷分忧几难,为家族扩大领地的美好愿望,杨端率领与杨氏一族血脉相连的八姓族兵四千余人出发了。 杨端进来的时候,他的军队是由八大姓的家丁所组成的,就是令府城。 这由楼梁为谢八姓。 这八姓世代依附于杨氏一族,相互间多有血缘关系,凝聚力极强。 杨氏在太原以武立足,历朝历代多有族人入朝为将,尚无风气浓重。 八姓族兵每日会在庄园里集体练习骑射和战法、战技,配合默契。 杨端本人正是公马贤逐,每战必一马当先,众族兵无补折补。 出发前,杨端举亲族之力,为美名族兵打造了一身制造金粮的甲咒和弓弩战刀等装备。 整体看,这是一支装备金粮训练有素的部队, 而且有一位身通战法,身先士族的统帅,其战力可想而知。 杨端来的时候,他这个南兆的军队,他有正规军和依附于南兆的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两类。 南兆的大军,那是上几万,十几万的跟唐朝的官军正面交锋。 波州这一带的军队,就是说跟杨端他们作战的呢,主要是罗敏部。 罗敏他是一族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,他是依附于南兆的,也非常能打仗。 罗敏部族本就是南兆所属各大部族中实力最强大的一支。 与南兆军一样,作战汉勇一场。 在南兆军主力北晋时,仅留下少量部队驻守罗州。 而罗敏部族近起族中轻锐,协助南兆镇守罗州。 这样一来,杨端军即将面对的敌人,变成以罗敏部族为主的一支联合部队。 感谢您的注目。 感谢您的注目。